节目当中啊 我觉得川哥风轻云淡 生活当中川哥是不是 面对爱情和嫂子 同样的风轻云淡 哎 我这就谈不上风轻云淡 他有很多问题其实 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 我不管钱 我买什么东西 我一定是打报告的 我媳妇其实也没说 他要管钱 我为什么就把钱 都给他管了呢 我管不好钱的 自从我媳妇管了钱之后 我发现特别好 别人在问我借钱 我得回家问我媳妇 你比如说 孩子的问题会有冲突 那冲突会怎么样呢 就吵吗两个人 吵啊 你肯定能吵得赢他 我吵不赢啊 吵不赢 钱在人家那里 怎么也吵不赢 对 对你说说的对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败了 回家把钱收回来 为了赢 其实没有什么 吵架 别出门 别出门 吵架别恶语 就是好多人吵架 有恶语 我觉得不好 还有一个细节 你注意到没 他说暴批的事 他花什么钱 有的会批 有的不批 跟我们制片一样 制片一样 我特好奇 什么情况下 是会不批这个钱 你想买什么 扫都不给你批 前一阵子 因为乐高 要出一套那个 太空系列的 那个空间站 我就说 我想买一个这个 赵老师 您这乐高 还不够吗 我身上的零花钱 完成这种交易 我觉得就属于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我一定要报批 批的目的是什么 你得看看 它还是什么想法 这个它对你 最近一段时间 有什么想法 能透射出来 他说给你买了吧 这是一种态度 还有他说 你最近有时间吗 言外之意 就是你太忙了 在外边 就是报批买东西 是一乐我觉得 其实你想多好 对 而且你那成就感特别有 帮我买一个 那个骨比利 听说对骨头 特别特别的好 他给你买回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 你特别像一皇上 你这一定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你管钱太累了 但我觉得这种情绪 也是互相的 我跟我媳妇说 永远是这一句话 是什么呀 我想买个乐高 我看你一项乐高 真的假的 我想买个比利 我看你一项个比利 真的假的 这其实是开玩笑 因为沙纳知道 我们家的主要财权 是掌握在我手里的 因为我大学是金融专业 我再不管钱 我这点专业真荒废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结婚的第一天 开始就管钱吗 怎么开房 我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 花哥比我大一轮 确实是前辈 但是据我了解 我们嫂子 反倒是没比我小一轮 她年轻吧 她确实比我小很多 小16岁 能聊在一起去吗 如果我们用一个年龄 来衡量一个人的成熟度 和她对一些思维的思考的话 至少在我们这个个案里面 是失败的 我觉得我在身上学到了 特别多的东西 比如说 你需要原谅自己 你这个事做不好 你需要原谅自己 不要跟自己较太多的劲 你再比如说 这个待人需要宽容 其实我以前挺刻薄的 感觉聊天当中 川哥特别崇拜嫂子的状态 我崇拜 就是我特别崇拜 她理财 理得比我清楚 包括育儿这个层面的观念 是领先于我的 你想我的节目 她从来不看 真的 我做的所有节目 我做制作人的节目 所有的节目 她只看一期样片 她没学过 但是作为一个观众的 那个感觉特别准 她有些时候 我觉得她都打我的脸 你知道吧 就她那感觉准到了说 她一说 这我确实忽视了 所以我挺崇拜的 我是崇拜 我觉得跟川哥聊天 特别开心 开心到都忘了看照片 忘了